诺尔哈赤福林的方程里 隐藏了众多的谜团 有的看似扑朔迷离 实则荒难不惊 可最后一个谜 很少被人提及 却让众多史学家难以回答 大家好 聊正式探秘境 我是迥叔 我现在在沈阳福林的龙门门前 我的身后啊 就是一个壮观的方程 城堡式的方程 后边这个三层的建筑呢 它是一个三重岩的阁楼 两边还有角楼 这个方程呢 不但是一个陵墓的内城啊 它还是一个有防御性质的城堡 那下面呢 就带大家 咱们进这个龙门门里边去 看一看 城堡式方程 是关外青地灵的独创 这大概与入关前的后金 喜欢建成有关 而且这城墙不是摆设 真的设有具备防御功能的夺口 龙门门上的阁楼 成为五凤楼 全高近17米 西山顶三重岩式建筑 壮观雄伟 是福林的标志性建筑 五凤楼下的门洞 雕刻有二龙细珠和云纹 门额用满猛汉三种文字刻写着龙门门 三个字 进入深12米的门洞 看到的是39颗门钉 而不是81颗 怒目元征的寿面同步手 显示着牧主人的威严和尊贵的身份 就连门栓插孔也雕刻的美轮美奂 不过奇怪的是 门栓插孔却在门外 这是咋回事呢 大家看 这个门栓的洞啊 为什么设计在门的外边呢 是吧 是不是很怪 这边是门外啊 其实这个洞啊 不是当时修灵的人修的 这是后来守灵的人 弄的这么一个门栓洞 因为他守灵啊 一定要是要住在外边的啊 他不能住在灵里边 所以他呢 就是锁门的时候啊 就会在这弄一个门栓 踩着300多年的青石板 穿过12米的门洞 眼前豁然开朗 如果说这也是一座小城 那么城中的居民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全名爱心觉罗努尔哈赤 这好像是人所共知 但这个姓名啊 其实有争议 在清代的御谍中 清太祖实际名为努尔哈奇 而他的姓是爱心觉罗 还是童则更是众说纷纭 这要解释清楚啊 得用十分钟 怎么就不细说了 在方城中央的月台上 是罗恩殿 或者叫响殿 左右两边是配殿 他们看起来 远没有努尔哈赤后代的响殿 那么气派 就连这个焚箔炉也显得很简陋 在这个东陵和西陵里边呢 在这个位置应该放的是焚箔炉 这叫亭 这一个炉一个亭啊 它的这个规制就差很多啊 这个焚箔亭 看起来小得多 但是我觉得它坐的这个 这个灵窗啊 这个甲门啊 坐得非常的好看 这应该是历代的皇帝啊 都是会过来在这里边 焚烧一些祭品 这跟咱们看的那个 光绪皇帝那个灵就不一样了 光绪皇帝的那个灵 那个焚箔炉就没用过了 然后咱们再看这个龙闻殿 它这个龙闻殿的这个台积啊 不是很高啊 只有一米多高 这是一个寻觅座的台积 四周呢 四个脚啊都有龙 都有龙头 应该是一个吐水口吧 这应该是一个吐水口啊 然后咱们看 它这个龙闻殿的这个栏杆啊 都是镂空的啊 这个在地灵里边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这个单壁石呢 看起来龟门也不大 也是一个二龙系株 龙闻殿 早期的这个牌子 咱们看啊 东家的满文是最大的字 旁边的这个汉文就很小了 这边是蒙古文 这个龙闻殿应该是进不去吧 咱可以掀起帘子来看一看 福陵龙闻殿的内部结构 体现着满族建筑的特色 室内的陈设是清代皇帝祭祀时用的原物 体现着誓死如是生 最里边是一座大暖阁 阁内设宝床和皇帝专用的被褥 大暖阁内的小暖阁里则供奉着清太祖 和孝祀高皇后的神牌 暖阁前放置这龙凤宝座 前面的公案上陈列的是 乾隆43年制造的法郎武功一套 几百年来 这些祭品都有专人细心的清理打扫 不得有半点闪失 其实还有一样东西曾经放在这里 就是诺尔哈赤的骨灰 在弗陵地宫完工之前 很长时间它的骨灰就放在这响殿之中 咱们先到这个龙恩殿的后边 去看看明楼 还从来没有在东陵和西陵上过明楼 这是在沈阳满足咱们这愿望 马上就要满足了 哦天 大家看 龙恩殿和明楼之间的这个空间 实在是太小了 这跟东陵和西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这个灵形门上面都长草了 而且这个木质的门窗也已经破了 因为基本上现在已经没有人走这儿了 灵形门它就是生和死之间的一道门 这个是巨大的虚弥桌上放的是十五宫 十五宫 这个就是明楼 咱们走过去看看 哇 就像一个隧道一样 那咱们现在进来的这个地方 就是亚伯院 也叫月牙城 因为它的形状啊 是一个月牙形的 一会咱们在上面就看见了 就能看出来 然后在这儿呢 这个是一个琉璃罩壁 而且这个琉璃罩壁啊 还有一个非常玄的传说 传闻 这个琉璃罩壁啊 它的下面就是金刚墙 也就是说啊 从这条线到这儿啊 在地下往里边走 就是它这个努尔哈赤的地宫了 这个琉璃罩壁上啊 有十一朵花 我的花开了 我的花没开 我的花滚走 但是啊 正好是十一朵 大家知道 努尔哈赤死于一六二九年 他怎么能知道 这个清代有十一个皇帝呢 这是巧合还是天意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神秘的谜 关于十一朵花 对应十一位清帝的传说 很多人都讲过 传得神乎其神 我倒觉得 不过是牵强附会而已 就像有人说 哑巴院名字的得来 是因为修建地宫时 为了保密 找一些哑巴工人来修建 建完后 再把这些哑巴发配到边疆 这也是误传 在中国的古建筑中 通常把比较隐蔽 外面看不到的部分成为哑巴 所以处于地灵最内部的这个院路 才被俗称为哑巴院 其实 弗陵最大的谜团 在这座保顶之下 秦太祖的地宫里 到底葬了几个人 答案可能是惊人的 一般认为 只有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母亲 耶和那拉使 根据青石路的记载 其实还有蒙古尔泰的母亲 傅查氏 顺至元年 摄政王多尔滚 因芒古尔泰兄妹曾经谋逆 将傅查氏改葬到了弗林之外 可是还有一个人 很可能也葬在地宫中 她就是多尔滚的母亲 阿巴亥 阿巴亥是努尔哈赤死时 唯一陪在他身边的女人 努尔哈赤死后的第二天 皇太极和诸位贝勒王就奉遗诏 逼迫阿巴亥自尽身亡 为清太祖殉葬 皇太极和中尉王爷为何这么做 阿巴亥冤不冤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 咱就不说了 只说大清会典施例记载 阿巴亥死后和努尔哈赤同时收敛 将二人的子宫放于沈阳的城中西北宇 但在多年后努尔哈赤下葬时 阿巴亥是否被同时葬入了弗陵的地宫呢 史料没有记载 而且不仅是阿巴亥 与阿巴亥同时殉葬的 还有侧妃阿基根和戴因扎 这两个人完全有可能也被葬入了地宫 你以为这就完了 努尔哈赤还有一位原配的迪附近同家士 戴扇的母亲 很可能也同时葬入了地宫 也就是说 弗陵的地宫中至少葬了六个人 努尔哈赤 耶和那拉士 同家士 阿巴亥 阿基根和戴因扎 那么为啥说至少呢 因为努尔哈赤一共16位妻妾 在弗陵附近却没有后妃的陪葬墓 到底有多少人和他一起合葬 恐怕也只有地宫开启的那天 才能真相大白了 这个弗陵呢 也确实给他的后代带来了福气 从他的这个儿子皇代姬称帝之后啊 清帝国一直延续了11个皇帝 267年 好了 然后这个弗陵的视频啊 咱们就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关注 聊正式探秘境 咱们下个探索视频再见 拜拜